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拆了一块铝 我现在长了好长时间 我现在就肥了 所有人要完蛋了 我想到有办法 我就把这些金金的拆起 把这些油住 一拆起锋 我就一跳就疯了 拆了 我叫杨天菜 1950年出生 我搞得我边境改物营工作 是从80年开始到现在 是三四五年了 我们在我车头巷 边境线有八十一公里 我们的关系还有四五公里 所以要三天再转到家 有时候我们上上面有些地棚 还有些流氓 他盖过小蓬蓬 他在那里走 有时候我就 一到就跟他们在那里走了 有时候就在一些冰冰家走了 高地工作们 就是在这边境 在锅门 遇到这些事情 很多很多 偷盗 走私 一拐卖那套福利 有时 我们在这里 在山上放牛 后来牛被大师 插了一后 牛是被 就偷盗 在一南方面 后来大家回报 我就带上两名兵 在一方人员的帮助下 领到猛坑出口 就在一个河山 放过口 到猛坑下面 五六四公里的地方 才把六人员去抓回来 有些地方是新鸭 一方也是新鸭 中方是新鸭 一方也是新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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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该绕 你绕在很长的地方 才转得过来 我就必须要经过 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叫大河山群 有什么 从136改 到这里就是137 那天面有的下雨 有的花 门子里有个大河山羊 才快就在这一栋 站下来我就 好多久 它细比也多 我就通的 有个沉衣 来保障 我就在这 爬一下下边的 我关键了 我把它就是这里了 地里面是比较多 一路边盖 这个地方们地里就多了 你用来炸两三个在这里 但是慢慢都看得出的 到过去 几天 好朋友一张门 分不清 这个地里为止 一吃饭 我就来的擦盖 擦盖 我这有点突然 就是擦了一个垂 我就家炸了好长时间 烫冷汗 二十个 我说 不行 这个酒盆又肥了 受人了 又完蛋了 可能看不到老婆和孩子 当面兵士 那儿子老师教过 才有敌人时可以 要如何处理 我想到有办法 我就把这个酒盆 静静地拆着 把这个油做 一拆出去 我就一挑就翻过去 把那个就炸起来 那2007年 我们就两个抗盖 再把这个盖盖立起来 抗盖是从2000年开始抗盖 经历这个新改盖 是从2007年开始经历好 2008年就增加了人影 我们的工具俩在床里 就减轻 国家西洋 人民西洋 我就立行做工具 为我们家乡 家义在这边界上 是为边疆人民 社会好边疆